鄭秀文出席癌症基金會活動 分享親人抗癌的經歷 她說隨著年紀越大 自己都越來越關注身體健康 都會一些最基本 自己洗澡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最基本的檢測 還有定期會看一些苦科 會做一些檢測 我又不太擔心 如果要擔心 其實很多事情都需要擔心 但是沒有 而且如果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 其實都可以用一種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可能過程很辛苦 但是可能在過程當中 你找到其他的美意 可能你看到身邊人對你的愛 或者你爆發前所未有的一種正能量出來 所以我覺得凡事都盡量用正面的態度去看 會好些 講到Semi早前 就聯同老公許智安 張偉健夫婦 和雷仲德夫婦勾友 應該充滿電吧 因為這個演唱會 做完之後感覺到人很累 很透支 無論腦或體能都很透支 所以都很想繼續休息一下 所以暫時這兩個月 我都不會勤勞小蜜蜂地去做事 希望調理一下身體 等自己準備好了 身體或心靈 才自在接一些事 這麼累是否因為同行有小朋友呢 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 和小朋友一起去旅行 去這麼長時間 感覺又出乎意料地開心 完全很開心 原來有小朋友同行是另一種氣氛 玩朋友的子女就特別開心 沒什麼責任 玩完之後 把你綁回 玩家裡的小朋友就更加開心 還有最主要的小朋友都很乖 乖巧得來又有應該的活潑 所以令到行程更加熱鬧 最bral www.peanshu. succeeded 所以讓我們 empower 所以我們夠禁止 出一對 我們可以渐輸 威勞 為100%